各位觀眾 現在是6點20分 嗨啦小胖 待會我們又要騎腳踏車去爬山 醒來推個仙肉是什麼回事 仙肉哥一早起來 就是有跟我們一起拼命的打算 今天要騎大概五十幾公里的上坡 然後總爬升大概兩千公尺吧 輕鬆鬆 別無靈簡單一點點 對 欸你還沒講完你的台詞欸 這個腳踏車阿里莎 140公里爬升兩千公尺 然後現在你的目標呢 就是你右手邊的那一座山看到沒有 右手邊的那座山 哈哈哈哈哈哈 自從麥克在小胖的頻道裡面 出現過很多次之後 現在他再也不要求打馬賽克了 走啊走啊走啊 上一集 我們搭了4個多小時的國光客運 從台北殺到南投 又騎了6個多小時的腳踏車 從南投市跑來東埔溫泉 前一天晚上 我們夜宿在這附近的打鼓蘭溫泉度假村 四人房一個晚上才五千多塊的價格 房間裡面有溫泉 室外還可以一邊泡湯一邊賞月 靜蜜而清幽的環境 聽說連王健民都很喜歡 而我們經過一天又一夜的奔波 小胖個人定義這段生命不留百的旅行 今天才算正式啟程 而鮮肉哥為了跟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是昨天晚上到了12點半 才跟我們在飯店會合 打算今天腳踏車騎100公里 前進嘉義石桌跟家人一起露營 上坡了 上坡了 太快了 又是以來這塊的上坡 上坡了 上坡了 從銅富市區 要往阿里山的方向 一開始就是上坡了 完全沒有在跟你囉嗦 沒有下坡了 完全沒有 有 好像有下坡喔 但是不多 小胖的功率計已經沒電了 他媽的 早上8點15分 我們離開了同富社區 離開了那一個山林聚落 回到台21線上 跟著鮮肉哥 年輕小胖兩輪的腳步 朝著南方 那一顆堆積雲彩的山頭前進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先苦後甘的行程 因為全長140幾公里的路程 真正的爬坡路段 只有三分之一 塔塔加油客中心 是這條路線的制高點 谷歌告訴我們 只要越過那個山頭 就可以一路下坡爽到嘉義 這個環境真的不錯耶 沒什麼車 真的蠻漂亮的 不用 休息又冷掉了 我沒有想休息啦 我沒有 我只是問一下 好聽問一下 這裡是不是跟我們環島的時候 像台下感覺不太一樣 變得比較輕鬆 對 因為你變強 愛玉橋 發現一件事情 阿里山平常騎山車好像很少 真的喔 你看這一路上我們都沒遇到人啊 昨天我也沒遇到人啊 你也沒遇到人 對啊 會怕我 所以我們是不怕死就對了 鹽子河澀溪谷 從同富社區來到愛玉橋 花了半個小時 我們的路程大概走了八公里 在路過草坪頭明隧道 進到草坪頭管制哨之後 我跟鮮肉哥是一邊前進 一邊調侃對方 是不是走錯路 中秋連續假期的第二天 我們仍在南投縣的信義鄉 這一條抬二十一線 居然意外的冷清 不但車友看不見 甚至連往來的車輛也寥若成性 沿著這一段盤踞在山裡 蜿蜒而上的路徑 眼前的畫面 只有淺藍色的天空 灑著燦爛的陽光 耳朵裡聽見的 除了寵命鳥語 就是我跟鮮肉哥 講幹話的聲音 我們說好的今天 不拼命 要一邊踩踏板 一邊聊天 保持可以說話的速度前進 聽說可以保留體力 讓小胖的口水 流的比汗水還多 就在我覺得口乾舌燥之際 子泉哥出現在我們身邊 要鋪急囉 我沒水了 今天早上我們從鋪鋪出發 然後到目前呢 大概騎了一個小時 我們只騎了12公里 然後現在在台二十一線的 一百一四公里處 距離我們等一下的最高點呢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要騎多遠 反正就是一直拚就對了 你今天看起來眼睛都殺紅了 沒有很癢 剛好被東西叮到 自從被東西叮到之後就變蜘蛛了 我們等一下阿賢 然後待會呢 就要繼續往前進 然後我們剛剛從鋪鋪上來呢 這一整條台二十一線 新中橫公路 其實啊沿路都有這個束印 腳踏車騎起來我個人覺得還蠻舒服的 算是涼爽舒適的溫度好不好 還可以啦 舒服 好不好等一下到山頂就開始曬了 各位觀眾 阿賢到了 現在來騎十幾公里好不好 這沿路大概都是五六趴的坡耶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你知道嗎 可是比較長而已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5分鐘了好不好 5分鐘我們就出發 5分鐘就要慢慢騎慢慢騎 就算時速10也要慢慢騎 對啊對啊對啊 好啦我們就是原則上是盡量不要停下來休息太久 因為我們今天的路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長 出發了出發了 我們等到落後的阿賢 卻沒有等到麥克 子全哥要我們安心上路 麥克就交給他照顧 隨著里程的堆積 隨著海拔高度的攀升 走過十幾公里的上坡路段 我們今天的挑戰也走過了三分之一 這一家旺高茶園餐廳 是台21線往塔塔家的方向最後一個補給站 聽說裡面的餐點 Google的評價有4顆星 而我對他唯一的印象 是門口大約500公尺的平路 跟慈祥的阿嬤一樣和善 不過之後6公里的連續長坡 又讓我們停下來休息 那去很快耶 低暖很快耶 我們就要開始走了耶 這要下去嗎 各位觀眾 我們六期的10公里 然後現在在不知名的路邊 那前面呢 是我們待會要走的路線 那最恐怖的不是這裡 我們實際上要走的路線呢 他媽的在那裡 看著我頭都暈了 加油啊 這時候保姆車就變天使車了 哈哈哈哈 不行 我他媽一定要騎完 停地站成就要住這裡 來到這裡 海拔高度大約有1500公尺 路過這座串兒民隧道 代表距離塔塔家遊客中心 只剩下20幾公里 網路上曾經流傳過一個傳說 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 布農族人出門上班打獵 都會帶上家裡的小孩一起 體驗自然 不過為了小孩的安全性 都會繫上一條長長的繩索 一頭綁樹幹 一頭綁小孩 所以才讓我們剛剛路過的地方 有了酸兒這個名字 不過這一個傳說的真實性 小胖沒辦法考究 我只知道這段路上有很多隧道 密度比三角下的便利商店還要高 其中同覆隧道是我個人覺得最特別的一座 這裡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讓小胖雖然騎的是腳踏車 不過左手卻一直在找大燈按鈕 而穿過隧道以後 坡度是越來越陡 讓小胖就算開著全馬力 讓中古的心臟到了滿漲 往前邁進的時速依舊只有7公里 轉頭看向線肉哥 我突然發現 原來年輕人騎單車也是會喘 管制這邊 可以說 管制喔 管制喔 經過了30公里的連續上坡之後 剛剛最後這段管制站前面 大概12%的陡坡 小胖的必須要一半 走吧 我們繼續往前進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這是10百路吧 感覺很多 因為有抖路又爛著 這邊吧 現在小胖人呢 在台21線上 一個名隧道裡面 看起來我是在牽車 不是小胖體力不夠 是因為呢 這隧道裡面正在施工 基本上是沒辦法騎車的 然後這裡的路面環境非常的糟糕 都是水泥路 都是水泥路 往塔塔家 他媽的還有10公里 有累 這個有沒有騎武嶺的感覺 有一點 有一點 雖然台21線啊 它的那個坡度 比武嶺稍微緩一點點 不過因為它也是連續上坡 溫水煮青蛙的坡度 沿路騎上來 大腿小腿壓力也不小 小胖的大腿又怕抽筋了 因為這時候我們騎好車了 好像是耶 看起來當地人是都知道 阿里山不是很好吃 然後我們這群不怕死的人 居然從南投騎到嘉義 敗地人 哈哈哈哈 我會想包 不過呢 目前這裡的環境 蟲鳴鳥叫 環境是還不錯 很舒服 除了大腿不太舒服之外 還有胯下 哈哈哈哈 我們先休息一下 剩下最後10公里的上坡 跟平常小胖 每天練車的路線相比 里程差沒多少 所以來到這裡 我是不斷告訴自己 再過半個小時 等到接到台18線 我們就可以一路爽到嘉義 不過已經緊繃了大腿 還有小腿 就跟通宵打麻將之後 隔天還要上班 一樣疲勞 只能一路倒數里程 堅持不落地 緩慢的前進 期待在車友之間 彼此鼓勵對方的謊言 再轉過幾個彎 很快就能夠到目的地 可以馬上實現 而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信念 又爬過7公里的上坡 早上11點半 我們終於看見 已經失去另一半的夫妻數 還在這裡 遇見熱情的觀眾 小胖 欸 小胖 各位觀眾 我們終於到夫妻數啦 謝謝各位 我們終於來到了 只剩下一半的夫妻數 辛苦了 你們從哪邊來 我們住嘉義 然後繞新義上來 阿賢是在下面 阿賢在下面 阿賢在下面 轉角有遇到有看到 等他一下好了 目前阿賢不知道離我們多遠 等一下你可能要去載阿賢 對啊 我覺得他可能撐不住 OK啊 等一下下去看看 對啊 從這邊是不是下去就下火了 沒有 還在上去 還在上去 還有個中心啊 有個中心啊 有個中心才是最頂端 穿有點小抖 他說有點小抖 只有在補充能量 經過短暫的休息 小胖穿好了外套 待會呢 還要再騎一百多公里 才到達我們今天真正的目的地 你就不一樣了 嘿嘿 25公里好不好 沒有我還要上去了 開什麼玩笑 我還是要騎好不好 不要講你這樣了 走 繼續往前進 目前的氣溫呢 大概是 摄氏23度 然後 我們在台21線 142公里的地方 這裡的海拔高度呢 大概是2458公尺 再往前一點 我們就可以感受下坡的快感 加油 加油 謝謝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塔塔家遊客中心 台灣第一高峰 玉山的登山口 就在裡面 有人說要爬玉山 你去你去 單攻好不好 半天單攻玉山 如果你可以牽腳到這邊公寓山 我就覺得你超屌的 大概是不可能的 哈哈 然後這裡呢 同時也是台21線 跟台18線交界的地方 這一面看起來是台18線的終點 另外一面呢 就是台21線的終點啊 耶我終於騎完了 好心虛喔 哈哈哈哈哈哈 待會往這邊走就是台18線 也是 新中橫接阿里山 那紫玉跟我們先走了 台21線走到終點 今天台18線 基本上應該會有一段很長很長的下坡 終於到下坡了好不好 這一條全長大約有108公里的台18線 起點在嘉義 終點在我們剛剛才路過的塔塔家遊客中心 或許是因為衝突會路過阿里山 所以它有另一個稱號叫做阿里山公路 據說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為了阿里山的觀光資源 為了振興地方的經濟 通往阿里山的道路 平地起點 到底要設在哪裡 雲林 嘉義 還有南投 是爭來爭去 其中的故事 是錯綜複雜 撲朔迷離 最後因為嘉義最有錢 所以才有了這一段台18線 而南投 後來是不甘示弱 又補上了台21線 不但路過玉山國家公園 也直通阿里山 而這個路段有一個統一的稱號 叫做新中橫公路 這讓小胖始終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走的這段台18線 應該要叫新中橫 還是阿里山公路 各位觀眾 一點半 我們終於來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62.79 海拔2194公尺 這段路真是有夠硬的 60幾公里 然後是連續上坡 加上一點點下坡 然後還有好長的坪路 這次騎腳感覺怎麼樣 沒有那麼累 沒有那麼累 變強了喔 好像還可以 我對杜安這種天氣騎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雨在騎的時候其實超累 我身體超熱對不對 對啊 然後你都不能休息 雨你一休息就超級冷 感覺上好像是要逼迫你 一直騎一直騎 騎不停的 環島環島 對對對 所以我只好弄喝鮮肉哥的 焦糖麻糬多熱 我喝焦糖麻糬多熱 謝謝 好啦 我們吃完了午餐 耶 靠 你只剩下25公里 耶 下一站呢 就是25公里後的石桌 鮮肉哥的目的地 嘿嘿 嘿嘿 好爽 走我們出發了 各位觀眾 剛剛我們從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下 大概又走了25公里 現在我們人呢 在石桌 這裡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條路呢 可以往奮起舞 原本呢 小胖騎摩托車來到這裡呢 基本上都會上去吃個便當 不過騎腳踏車 我覺得還是下次 鮮肉哥 在這裡要離我們而去 蛤 不要再給他水 不要再給他水 現在在石桌的 這個 萊爾夫 目前 這裡的環境是雲霧繞 我們要跟鮮肉哥分手了 他待會呢 要騎腳踏車去露營 幹超屌的 他說他一定要騎腳踏車進去 然後呢 感受一下 萬眾矚目的感覺 是不是 也不是這樣 尷尬啊 等你換車之後 這一段路我們再行事 全程嗎 一天啊 一定要的啊 這不是你的目標嗎 一天250公里啊 完全自霸 完全 哈哈哈哈 我在隔壁啊 完全隔壁啊 哈哈哈哈 好了 下次見下次見 拜拜 外公也還好嗎 還可以嗎 還好 還好 看起來臉不紅氣不喘 對啊 我是專門來挑戰下坡的 哈哈哈哈 經過這一次的旅程 我突然發現 支援車真的是他媽的非常的重要 哈哈 以後每一趟 我都要找哲玄哥一起出門 馬上那一次殺過雨 好不好 可以啊 好啦我們休息差不多了 走不出發 其實 我用阿里山這個關鍵字 在Google地圖上 找了好久 始終找不到它確切的位置 只知道阿里山 是由18座高山 走成的山脈 隔著南紫仙溪 跟玉山山脈 是兩條縱向的平行線 彼此 遙遙相望 而不論是昨天晚上 我們夜宿的東投溫泉 還是我們今天早上 路過的台21線 都距離玉山國家公園 比較近 所以嚴格說起來 這一趟行程 真正的挑戰 不是阿里山 而是玉山 不過貼心的麥克 比較特別 一直很擔心子權哥 自己開車會無聊 所以忍痛放棄 這一趟行程 最精華的上坡路段 先陪著子權哥 搭車到山頂 再騎單車 陪我們滑下山 體驗的是踩單車 下滑100公里 也需要休息 各位觀眾 我們終於來到了嘉義的搬路鄉 然後這裡的名字好像叫做觸口 今天麥克是從塔塔架開始起飛 好不好 然後在這裡落地 天長挑戰下坡不落地 這應該沒有人可以搬到 對 麥克挑戰的是下坡不落地 前面那邊 被這棟房子擋住的後面 聽說就是天長地久情 剛剛小胖說錯了 其實這座橋呢 叫做地久橋 然後天長橋 好像是在前面那邊 據說這裡 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所以不管是橋頭 還是橋尾 都有餐廳 那因為這兩座橋呢 合起來叫做天長地久 所以聽說有不少情侶啊 喜歡在這裡走來走去 不過很可惜 因為老婆大人沒來 我們下次再帶他 一起來逛一逛 還可以嗎 還可以啊 都已經下來了 沒有什麼不行 晚上要帶我們去吃什麼 五星級舒服按摩 是會越暗越累的那一種嗎 會越暗越舒服的那一種 晚上剛才說帶你去暗那一種 會升天的那一種 哈哈哈哈 好啦 剩下最後二十幾公里 我們要往我們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前進 待會見 30分鐘 2022年 小胖幾乎是用單車 取代機車 跑過很多地方 甚至為了練體力 幾乎放棄經營頻道 有很多朋友問小胖 把單車當做旅行的交通工具 是不是真的那麼有趣 我想我會說 攤馬的完全不適合 因為一整路磨耗的體力 得到的疲憊感 經常讓旅程的印象 只剩下起點還有重點 不過單車旅行 有一份特別的魔力 可以讓平凡的街景 變得特別美麗 平凡的餐點 變得特別好吃 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喜歡 今天小胖的影片就放在這邊 感謝各位粉絲收看 如果喜歡小胖的影片 歡迎各位粉絲的小胖頻道 如果喜歡小胖頻道 歡迎你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謝謝 掰掰